你陪他去中国 我陪他去中国 我把他带给你了 哈哈 没有 大家好 我们是一个非常大公司 现在就在阿拉斯加密亚的维西岛 兄弟们 你们看我找到了谁 你们还记得这位这个贫民苦里的西施吗 哈喽 你好 小贤 你找不漂亮啊 今天的装扮略有不同 留了两个很善良的小辫子 你跟他说 我们中国很多的网友都觉得很漂亮 哦 我们在那里都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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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呦 又害羞了 能去他们家看看吗 可以 我们去看看啊 看看这个小妹妹家里怎么样 她一流烟跑哪去了 她快去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家里怕太乱是不是 哎呦 看看啊 哎呦 爷爷带着 我们也是安排一下 对对对对 亲亲亲亲 他们都说 你们是中国的 哦 这是她爸爸 这是她爸爸叫我们的 OK OK 我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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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哦 这个是小美女的家里啊 好大的便室啊 他们家是还是很不错的 他们家在这算是非常有钱的 我感觉 算是不错的了 他们家还钱也可以的 很漂亮啊 哇塞 very nice 还有冰箱啊 兄弟们 你看老板一上来说给我们买这个水 我们已经有了 这是她爸爸 哇 您客气 您客气了 您客气 您客气了 您客气了 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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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 然后尼泊尔都有 这是他们这儿的一个本 对对对 印度特别多 摩洛哥也有 都有 很漂亮啊 哎 今天小妹妹怎么这么腼腆 那天她就是几斤头 那天她化妆了 对 哦 那天她化妆了 她就觉得自己特漂亮 不化妆也很漂亮啊 很漂亮漂亮 嗯 beautiful beautiful啊 今天好像有点腼腆 今天那天可厉害 可炸糊的 我最漂亮 我最美 好热情啊 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啊 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她妈妈很年轻啊 妈妈多大呀 妈妈多大呀 三十五 四个孩子 还在年轻 你看有四个孩子 她是老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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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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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都是女儿 四个都是女儿 那那个老大去哪儿了 老大去哪儿了 老大上学了 老二 是老四 老三呢 哎呀 我刚才一直够握手 那小女孩她的老三 哎呦 她真的太好 你哈哈哈 对对对对 老三大眼睛 你看啊非常漂亮 哎哟 他一直在底下就是亲亲亲 对对对就是他 老大呀 哦老大跑了 他们都是女生特别多 对对对对对 真的很热呢 爷爷去教育了 我给你买这么大一个 破费了 这咱们空着手来都 对我们也就是偶然遇到他 今天呢 我来造访爷爷的家里 然后一下楼子又看到这个小美女了 说哇 上次我们很多的网友都就哇 好漂亮啊 这个西施啊 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我们就很好奇 这他的家里倒是什么样 对上一次我们就很好奇 但是不好意思的 对今天终于好意思了 而且他今天一上也送我一个喝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你跟问小美女 他想要 我们帮他完成留院吧 对 帮小美女他留院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您喝去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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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不要吃 真不用不用不用 这不用大叔谢谢您 谢谢您 真不用真不用 对啊 你有没有感觉处处能体会到孟加拉的热情 热情啊 处处的特别热情 如果快来 他们当然会吗 一定都不追 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问孟加拉女生啊 嗯 我来这一个月了 我对孟加拉的女生都不太别了解 我想问几个关于他们的问题行不行 你帮我问 问题啊 可以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第一个孟加拉的女人喜不喜欢我们中国人 啊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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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小 对 在哪 在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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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问一下他为什么喜欢中国男人啊 为什么喜欢中国的 文化很喜欢 哦 孟加拉的女生很喜欢中国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我再问一下啊 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 据说孟加拉的男人可以一个人娶四个媳妇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后这个媒妇刚才说了真的 我问你 那我这个来劲爆了 兄弟们我来劲爆了 咱们就是已经嫁人了咱们 咱们比如像那个小妹妹 她能够同意自己的丈夫娶四个吗 她跟说的 她要提她 她不同意 这个之前我问我问过那个巴迪斯坦的女孩说 那我要提她的屁股 哈哈哈 老爷爷在这笑呢 老爷爷笑了 妈 咱们家了 前面家了 咱们家 咱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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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弟弟的老婆 我问她有三个老婆 我以为她是三个老婆 也有三个他们的老婆 三个弟弟的老婆 说清楚 想品 没错是确实是那个弟弟和老婆 老婆 也没我 确实是那个老婆 结婚的都带多结 没结婚的都不带 我发现那个孟加拉的首都打卡比较开放 女生可带可不带 没有那么传统 真的 不行 我觉得基本上有不带的 应该有不带的 有不带的 她自己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规定 她要 她爸爸也不同意 如果她出去的话 她也告诉你要用这个 但是她自己 我爸爸这里没有 她不会看不见 那我自己不要 哈哈哈 也会这样的 她11岁了吧 她11岁了 她11岁了 她想多大岁所结婚 20 我听懂了 2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她多大了 我觉得没有20 对 你也想问这个问题 他现在 20岁了 他几岁结婚的 18岁吧 18岁吧 23 23 20 他18岁结婚 咱们结婚最小的多大结婚了 来 对着我们说 对吧 你好好说 你们村里那个 多几岁结婚 最女的 最小的那个多大 14 13就结婚了 我想问一下 她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厨师 那个对牛肉 牛肉的 哦 看没有 做这个的赚钱 对 发现了吗 她爸是专门卖牛羊肉 对 第一家里不差肉 第二家里不差钱 对 大电视 大电视 超薄的 四个女儿 很好 很好 你问问小妹妹 有什么愿望吗 有什么 愿想要的东西吗 你陪她去中国 我陪她去中国 我帮她去 帮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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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帮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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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带这呢 她要上学 要快上学 要不上学 小姐 找工作 找到工作 然后要结婚 赚钱 要结婚赚钱 她的思想是对的 她要先学习 然后是一个有知识的女生 她的梦想就是多上学 对 我知道她要什么 我知道她没有想要的 她上学呢是吧 OK 她上几年级了 五年级 五年级 我听懂了 我在待一阵 我基本就什么都懂了 很好 很漂亮的小女生 对 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这就是这个孟加拉 一个普通的家庭 他们的孩子们 亲戚们 全部都是群居的 全部都这个住在一起 一起生活 完了 开开心心的 可能他们家里不是很大 但是呢 亲戚家在一块都很热闹 互相的关照 互相帮助 兄弟们你们看啊 他们家非常的讲究啊 特别的整齐 哇 非常的整齐啊 包括上面你看看 这漂亮的一个耳环啊 非常的漂亮 二环二环啊 他们家四个人 家俩大人 六个人怎么睡觉啊 孩子们在这里睡觉 孩子们在地上睡 有的时候孩子们在这里睡觉 他们 明白了明白了 都是家里 家里都是这样是吧 房间还是比较小 但是很整洁 打地铺完了 家导球 家导球 孩子们开心 真的好奇怪啊 那么小 你好漂亮 对对 虽然不大 但很漂亮 干净 两个电扇啊 干净 还是蛮不错的 怪不得很凉快 非常凉快 特别开朗 哎呦 他上学了吗 你上学了吗 二年级 二年级啊 好嘞 二年级五年级啊 我知道了 好 那我们去 一会儿见啊 拜拜 兄弟们 我们现在出来了啊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女孩呢 跟他妹妹都在上学啊 他们家别的东西也不缺 我想送他一个书包 你们看看这个啊 这个是送给那个小妹妹 我觉得不错啊 非常的漂亮 这个很漂亮啊 就是像是跟我们那个小红包 他们选的差不多 对对对 他的姐姐也喜欢 11岁的也喜欢 他会不会也喜欢 他应该也喜欢 这是要两人选的公主心 啊 这是粉粉的 大家看啊 这也不知道是谁家公主啊 还有这个 这个 一个小孩妻子行车 耍一头 这挺有意思啊 适合那个 适合那个小女孩啊 二年级的小女孩 这两个买了 买了 书包买完了啊 我们给他们买个 漂亮的铅笔盒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文具店啊 爱莎公主 爱莎公主 这个铅笔盒挺好的啊 还带个钻笔刀 漂亮的小笔 这个拿两盒吧 拿两袋 两个铅笔盒两个笔 还有两个书包呢 还有两个书包 哦 我们又回来了 哦 他你看他也带着一头金 来 来 给你们两个一个礼物啊 给你们两个 给你们两个 哎呦 他特别的活活 他是腼腔的 不好意思 太羞 哇 真的很标准 你看看啊 颜值非常高的一家啊 谢谢那个爸爸妈妈 让我们了解你们的生活啊 祝你的两位千金 好好学习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长大了 找个好工作赚大钱啊 加油努力 走了 拜拜 拜拜